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说他是商业的 一般都可以批评商业 可是你会发现他有学院派的坚持 名字就叫学院 比方说他就不会给阿凡达 他就会给拆弹部队 他就不会给那些商业 所以说纵然很多人已经认为他就是很商业 流行电影 但是不是 他有他坚持 可是你要说他是学院派 他也不是 有一样我就说站在我这个大俗人的角度 我敢说一句 其他的电影节得金奖的那个电影 那都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 甚至很多不好看 但是一般奥斯卡得奖的 大多数人都还能觉得好看 这叫做亚俗共产 亚俗共产 这是美国出版 你说的很好 这说明什么 就是美国的电影业的主流 包括他的学术 他就是把电影定位在一个娱乐工业 他从一开始我们研究 他这个学术 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娱乐 所以他的定位就定位在这个地方 但他还是有点不一样 他那个娱乐呢 又是有讲究的 我常常说 就是说在中国导演 比如说我们以前中国一些大导演 比如说陈凯克张艺末 当然现在商业片也拍的很成熟 在当年他们刚刚开始要拍大片的时候 大家不都骂吗 对不对 那时候问题就在哪呢 比如说中国的电影人啊 整个学院的训练 是以训练培养一个有情怀 有理想 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艺术导演为目标 这种背景出来的导演 你叫他忽然拍商业片呢 他要不就因为太轻视 以为很容易 结果拍的很不好 要不就干脆不懂 美国不是这样 比如说举个最标准的例子 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 他出来的人是什么 乔治卢卡斯 是皮尔伯格 都这些人 他那种学校的训练是怎么样 他训练你拍商业电影 但是那个商业电影 他讲究什么 他讲究一种商业电影也要有艺术的 当然了 比如说说故事的艺术 怎么样 说完好故事 人家都喜欢之余 你要有情怀 这时候才把这个东西再加进去 当然了 那我觉得奥斯卡呢 他踩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他是很商业的电影 但是商业电影 你还能分好坏 而好坏不一定是票房 有的商业电影 他们觉得比这个商业电影好 不是因为他票房更好 而是因为他某方面成就 或者他的叙事成就更高 是 他有他的这个品呢 品的一个坚持 但是呢 哎 我就看了个奥斯卡班奖礼 我又昨天一晚上连看俩 我现在看电影跟上班似的 就是一晚看俩得奖了吗 就那个艺术家和那个余果 他跟徐老师一块看 看这个这个余果 你知道 你哭了吧 这回 第一个哭了 第一个就是黑黑白片 那个末片那个哭了 第二个啊 这个马田史高西斯 这个导演我很喜欢 对 但是这个电影啊 拍的很漂亮 可是不怎么样 就是没哭 对 我是说什么呢 我 我就从这两天玩 我有一个感觉 我这个感觉是可能不大好啊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电影老了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 哎 我给你们看一种一个 我先跟你说普京 你们最近有没有观察 我近来近几个月 还是近一年来 我在电视上看呢 我发现普京的脸呢 肿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他现在就是 这个这个肿啊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我记得他几年前的样子 左边 记得吗 你看 对 右边这个照片还不典型 你可以今天晚上看看电视上 新闻上的普京 他这个眉毛 眼睛这个地方啊 脸颊 脸颊肿起来了 有点面目模糊了 你知道吗 不但肿起来 而且这种肿啊 像打了羊胎素 或者打了肉毒杆菌 就有点那种 这个不健康的这种 就肿了 可能最近世忙 没有办法断念这个柔道了 第二任总统吧 当然要肿了嘛 对对对 第二任总统 也不是昨天 就奥斯卡那天 你说的主持人 那个主持人 就美国照片 你再看这个照片 美国照片 对 这是他左边也是他当年 这个右边照片 也是选的不太典型 你要是看那天晚上电视 你就更会发现 他肿了 为什么肿了这个脸 怎么回事 他主持了九次了 其实他现在年纪有一把了 但是他要维持 他原来这个形象 打了多少 所以感觉上 也是老了 但是老了是 很多皱纹 临时 但是他们这个 他还是用 可能用什么化妆啊 各种各样的方法 维持在那里 但是看上去就是这样 看上去是 所以这就说明 为什么包括 那女星啊 老了之后 你觉得她肿了 其实有时候 也是做了手脚 是吗 所以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当然不是为了探讨 人家是不是整容了 我是说的啊 包括整个这些奥斯卡 都洋溢 浓浓的 怀旧的气氛 甚至我一看电影啊 黑白默片 怀这个旧 甚至你再往下看 马天史高西斯 说实在话啊 最近两个人 就咱们喜欢的这个导演 一个是 武帝艾伦那个 《午夜巴黎》 那个也是怀旧片 也是怀旧 和马天史高西斯 也是怀巴黎 都是拍巴黎 但是说实话 都不算好 而且让我觉得啊 让我发现了一种什么呢 可能我自己瞎想啊 我觉得有一种老人状态出来了 就什么呀 有一类老人 你发现没有 有一类老人 实际上啊 已经不复当年勇了 这个退化了 没法那么练了 但是呢 有生活中 你就会观察 有一类老人 近些年 就爱见风落泪 你知道吗 动不动就流眼泪 这动不动就是 或者想起一些 什么很美的东西 你比如你像 马天史高西斯的 这个电影 这不就是 是有感情 是怀旧 可是在咱们 这个人看来 我们以前就 脚情了 我们以前一句 俗套的话 叫形式大于内容 对对对 这个花枪 做的很多 拍的很漂亮 3D音乐 什么都挺不错 但是呢 这个没有激动人心 你要知道 就说 他拍的像个 哈利波特 是吧 可是我跟你们 看法相反 我觉得他反而比较好 你刚刚说三部 都有怀旧色彩的电影 我觉得的Artist 就那个黑白末片 他是百分百的 怀旧兼模仿 法国人 然后呢 怀旧拍的 纪念 对 那真的是个怀旧 然后呢 Woodie Allen 那个美国人拍的 却怀法国人的 就互相 互相示爱 这是 Woodie Allen那套呢 有Woodie Allen的特色 就他拍的不是太好 但是呢 他难免要讽刺 他恰恰 他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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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讽刺怀旧 对 然后呢 Montis Corses 这套 我反而觉得是最好的 为什么 你真的说 对电影的爱啊 他最爱电影的一套戏 你看里面 那个小孩 那个雨果 他是真的是 他对电影 那种欣喜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 他一头一尾 两个长镜头 开头那个长镜头 很花俏 3D的 特别数字化 这个技术 结尾的长镜头 是个传统 经典的电影的长镜头 这两个对比很大 最后那个镜头 他是拍的 我就更有神采的意味 他恰恰对比出 就你现在的3D技术 再先进 再吓人 再炫目 还是不如 经典电影里面 我们见到的那种 来的韵味深处 他这个电影里 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要不说 他怀什么救啊 我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老了 开始琢磨 我这辈子的一切 都是电影给我带来的 所以追根溯源 他讲的这个 我还曾经在咱们节目里放过 就最早的电影 除了这个 那个卢米埃尔兄弟 拍的那个火车呀 火车 他讲的是另一个人 那个也是最早的 最早的可以说是奇幻电影 就是说一个炮弹 打到月球脸上 打到月球脸上 很出名的这个画面 你知道这个 我看过这个电影课程的 这个教材啊 其实就是说 最早的源头 这两个东西啊 引领了后来的两大潮流 拍火车的这个 就相比是比较写实的 这一派 现实的这一派 发展出来 那一派呢 就一路到卢克斯 那个 一直到阿凡达 一直到阿凡达 他是真是一个有根源的 所以电影 为什么老了就意味着 他是有来历的了 是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接下来 Ja 咱们先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能投资的人都砸了 而且你看奥斯卡颁奖礼 我觉得跟中国真是很不一样 很早以前我就听人议论过 说亚洲人文化迷恋年轻的肉体 你看日本 香港 台湾这种年轻小偶像 搞这个东西 你看奥斯卡 我觉得跟养老院似的 现在就这84届 哪个不是50岁往上走的 虽然长得像40岁的 他6000多个会员 电影学院 平均年龄是64岁 90几是白人 百分之就是好像年龄 百分之七十几是年纪很大的人 所以这个决定了他们的口味 他们不会太追星 他们会 他们每年都 你看这次男配角 82岁 对吧 Mary Streep真是应该得奖 好 我仔细想想他 他虽然每年都在 可他上次得奖 苏菲的选择 那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 八几年 对啊 那个克莱默 对克莱默 那个等于是中国 刚刚开放的时候 他演的戏 这中间他一年都没选择 他不断的在拍戏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这次啊 那些片子看完了以后 我都是挺喜欢 那个 我也是偏老了 我自己检查 那个我还喜欢 那个谁啊 那个Speedberg 那个战马 战马 那个是一个很老的 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也是也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 对我跟你讲 我听了你的 我去看了 你不喜欢 还是比较烂的 我不喜欢 但是我哭的最厉害 你就是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跟你说 尤其前边也很烂 到后边的好点 有点小烂 但是呢 就是艾文道 我就跟你讲了 忽有俗人哭啊 这一定是一个技术 你知道吗 因为啊 就哭的我啊 就不行了 我知道他忽悠的那一段 到最后认出来那一段 那个是很烂 但是我欣赏 他的是另外两段 就那个骑兵冲锋啊 对对对 那当然 那有那个军官的脸啊 那个有点像俄罗斯一样的 我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你这个就等于是 跨电影的局部了 就是这个片段 还有他马冲的那一段 我一直搞不懂 他是真的 还是电脑做出来的 就是被很多铁丝网 对对对对 我那个你不管怎么样 再假你还是很激动人心啊 所以我也检讨 但是反过来 我对比Grammy奖啊 我就发现Grammy奖不一样 他相当与时俱进 今年得奖的那个是谁啊 那个最近被他们性爱 这个东西又在又在攻击的 Adella Adella 对对 Adella 你你你去比较一下 那个Grammy的Adella的歌 我就赶出声了 因为我我们的 婚离Houston 然后我去 他的歌的歌词啊 I Always Love You 那那个Seline Dion 最有名的歌 那因为最热销的爱情歌曲啊 那个叫什么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那后来那个Titanic 更不要讲了啊 我心跟着你什么时候 你现在去听听那个Adella 这次的Ruling in the Deep 你听听看 他完全吵架啊 很少有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Grammy 跟奥斯卡今年 有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他们大家 他销量1800万 你是仔细听他的歌词 以前的 以前要么是歌颂爱情 失恋啊 也是在在在 在惋惜这个失恋啊 我的心永远在你身上 这次不是啊 你去听听他的歌词啊 我把你看得非常多 不要低估我的能力啊 嗯 就是我烈火纵烧 就是激进你的吵架的歌曲 这个就是 就说是 防守 风水轮流转呢 你看这次这个奥斯卡 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老了 老了呢 你看也就容易出现这些怀旧 你知道他们一般影评啊 就说这个黑白片 就这个这个艺术家这个片子 就是说温暖 这个我是能体会到 就是说啊 你一看啊 就是觉得挺温暖 就是真的 也不等怎么说呢 嗯 哎 我要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这个 你也知道我挺容易哭的 对吧 我是个在真人真事 在现实面前的 很冷酷的人 自私冷漠 这个甚至是就跟那个塑料一样 没有感情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我特别在假人假事面前 这电影院 电影院声音大点 我都哭 你知道我太容易哭了 所以要不说中国导演无能呢 没有 不是 我要请教你们这个问题是 我最近琢磨非常的这个奇怪 呃 我也认为不是中国导演无能吧 我现在甚至认为 是不是因为我们认识 你知道啊 近几年来我就用我的眼泪 作为我的衡量标准 我就发现 所有境外的电影 都能让我哭得稀里哗啦 泪流了梦江女一般 我跟你说 就像这个雷霆战居啊 就是这个斯片不格这个 我认为很烂的一个电影 但是他煽情 我然后都哭的那个痛快 哭的那个快感 包括台湾的那个 你也不喜欢 就是那些年 就就就就就就就把刀那个 对吧 啊 我也能哭 香港的岁月神偷 这种所有感人的 我都能正常的流出人的眼泪 我都不喜欢 对你不喜欢 对 但是我要你拿我的这个势力 来说明一个问题 近些年来的大陆的电影 哪怕是被认为是拍的很好的电影 我必须老实讲一句 我的眼泪是挤出来的 包括唐山大地震 嗯 就不是不是弄到我哎呀 就哭的就不行 我都是哎呀就觉得 他就哭一下就哭一下 包括金灵十三差 你知道吗 他也是在删 金灵十三差你哭 呃也流了几滴眼泪 对 不哭不好意思 对因为我是非常容易哭的 在电影院里 你知道吗 但是我奇怪的就是 近几年来的大陆电影 所以我甚至认为 是不是因为咱们天天知道 张艺谋冯小刚这些人呢 所以反而熟了 我也不跟他们熟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不知道 是因为熟悉的 你 接力距离近的 我不大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叫做 重阳媚外啊 不开玩笑 但我想说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还是就像徐老师刚才说 啊 戴拉那个歌词 就说 我们都是一块土地上 长大的人 我们彼此都知道 彼此心里是些什么花花肠子 I see you crystal clay 对吧就是 所以我也不会哭 我也不知道了 我不肯定啊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用哭不哭去评断电影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差别在哪呢 你比如说 像这一回 他的最佳外语片啊 嗯 呃 香港翻译伊朗式离婚 这个导演其实一直很厉害 对 那个电影我听说非常 而且这个导演过去几部 这个我没看过 他过去几部我看过 都真的很厉害 我我用伊朗电影 跟中国电影比较 我觉得是很好比较 为什么呢 伊朗这个国家 从来其实是个电影大国 而且不要忘了有一阵子 因为他未为风潮 那些儿童电影 张艺谋还故意学 他们的风格嘛 拍一个也不能少 对不对 这学伊朗电影的风格 而且有意挑战 好莱坞主流价值观 对 而我们还可以比较什么呢 像这一回 大家都说这个中国电影 冲澳屡冲不尽 是不是西方人歧视啊 什么什么西方霸权啊 那你如果要讲这的话 没有比伊朗更好讲的 现在美国差点要跟伊朗打仗的 美国人主流社会都基督徒 很讨厌你们这些穆斯林 然后你忽然来了一个伊朗电影 然后你就像你刚才讲的 平均64岁的那些白人男人 选了这个片 当做是他们的最佳外语片 这个伊朗导演领奖的时候 拿出来的念的那个稿 讲得很好 让他们多巧有点不干不干 你知道吗 真的讲得好 讲大概意思是说 分寸也掌握得好 分寸也很好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想着战争 想着什么 但是怎么着我们伊朗还是什么 那意思 有一个我们尊重文化 我们尊重艺术 爱这个 但是很奇怪是他这个东西啊 很尴尬在哪 他一得奖之后 伊朗政府很高兴吧 伊朗政府高兴什么呢 说这个是一起要竞选外国 最佳外语片的 除了伊朗电影 还有个以色列电影 你看我们战胜了以色列 没错 我们啊 这个第三世界啊 就得靠文化 战胜他们 对 让我们老师忘终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 打败以色列 对 传场千年亮灶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幻 红花狼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度奖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零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奥斯卡 是个什么绝对的标准 可是呢 我觉得也能够说明一些事 中国电影 能够在柏林得奖 能够在威尼斯得奖 而且得奖像王小帅 他们都是很好家 他们都是很好的导演 只不过他们的作品 在我们主流市场不卖座 好吧 那你看主流市场 要卖座的电影 我们的主流市场 我们要拿去冲澳 我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美国人爱什么 调调 对吧 我们要拍大片 我们要成本大 要有特技 要有什么 战争 要有美女 场面要如何 那你就怪了 你过去这几年的外语片 在奥斯卡德加外语片 其实没有多少这类电影 你尤其纪念这个伊朗式离婚 伊朗这个国家 电影审查比我们厉害 电影成本 投资的资本 比我们小的是 十几二十倍 过去我也听这个张艺谋 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 说这个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讲 那意思就是 恨不能几千个评委 他们轮得上 看几步都很难说 这个玩意儿 壮大运的 他们也会挑一些 跟他们主流价值观 有点不同的 他们因为要是完全相同 他们看他们自己的就行了 对不对 这次我还听见张美平接受采访 说 这挺神的 说现在好莱坞啊 被日本公司把持着 所以我们这金灵十三差啊 他们操纵那意思 他们操纵着美国的媒体 说坏话 这太中国了 这个说法 也是完全商业的来考虑 可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想的就是 我因为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 这一回这部电影得奖之后啊 我看一些有关他的采访报道 就是说 这个电影在以色列大受欢迎 这两个国家快要打仗的啊 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看他呢 因为他们说一般 平常他们透过国家的说法 说伊朗很坏 让他们去看看这个电影怎么回事 他们每个人看完之后都很惊讶 所以原来伊朗的警察也有好人 原来伊朗的家庭也跟我们一样有问题 原来他们跟我们一样是这样的人 他们怎么会是恶魔呢 说到底呢 还是一个就是普世价值观 我讲一句俗话 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人里面看到跟自己相同的东西 那个才最重要 我一直想讲一点 我看这么多年伊朗电影 哪怕是官方禁止的电影了 他们都让我很感动 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好感 所以我想讲什么 中国电影 你应该要让人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们拍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也是让你感动 真情